今天的話我們要把組合整個講完 那做幾個練習 然後首先要講解移動的部分這個特色 那移動部分跟你們後續要做的機械設計 是密切相關的 所以請同學要好好的來了解一下 來我們來看一下移動這個的特徵 好移動的話呢就是說它有兩個情況 第一個是圓形的跟圓形的接觸 那接觸的話一個是同向轉一個是反向轉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同向轉這個是反向轉的 這兩個部分不太一樣 另外一個呢是旋轉變直線運動 我們上禮拜有做一個測試 旋轉變直線的部分 也就是說旋轉面每轉一圈 直線部分呢到底是多少的距離這樣子 好這是一個兩個重點 那它的運動的方式一個是旋轉 一個是旋轉變轉換 那再來的話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老師這邊要幫忙大家來做一點點 先做一點點小的機械設計的一個解說 因為我們會碰到齒輪這個事情 尤其在熱膏裡面會有很多的齒輪 各位一定要用到 這是旋轉對旋轉的一個設計 好當它是反向的話表示這一個 這個是一個這個轉向 然後呢 這是另外一個轉向 這是正齒輪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設計的方向 就是說我們會有一個魔術 魔術就是齒輪的魔術 那再來呢 這邊有一個叫做結緣直徑 結緣直徑是等於齒數乘以魔術 假設魔術是1 齒數是16或者24 結緣直徑就確定的是這個 那再來呢 從結緣直徑往上這個地方 這個距離 我們叫做 addendum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呢 就相當於魔術 距離 距離等於 D除以P 那這個整個距離裡面算起來呢 就是所謂的 最大的外徑 那我們來看一下往下看 另外一個呢 是這樣的運轉 這樣的轉動 叫做同向運轉 也是一樣會有魔術跟pitch的這個動作 結緣直徑跟 addendum的這個設計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旋轉變直線 這是上個禮拜我們在做的一個地方 那第一個一定要記得是選取旋轉的這個面 這個面 第二個呢 是旋轉這個方向 線的方向 或者是這個平面的方向 假設旋轉 選擇平面的話 這個會選擇髮線方向 方向的設定 以平面而言 它就是一個髮線方向這樣子 所以你選擇這條線也可以 你選擇垂直這條線這個面也可以 都是選擇一個方向 也就是說這個旋轉 變成這個直徑 那這個旋轉呢 當你選這個圓 跟選這個圓 它是不一樣的 選這個圓的話 你就要說 這個圓呢 這叫做小d 小πd 這個圓呢 就是大的πd 因為這個d值不一樣 也就是說每轉一圈 它跑多少這樣子 你要去設定這個 它把關係就建立起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實際的機械元件設計裡面 會有這種正齒輪的 這是正齒輪 這是斜齒輪 這是雙斜齒輪 那這個是旋轉旋轉 反向旋轉 這個都是一樣的 那這是齒輪齒條 我們上禮拜有學過 齒輪齒條 那這個是環齒輪跟齒輪 這是旋轉 同向的旋轉的 那這是 這是窩桿窩桿 就是這個旋轉 這個呢 另外一個方向旋轉 這個也是另外我們要設計的 那這個地方會比較複雜一點 比較複雜一點 這邊是斜齒輪 這邊旋轉 這邊逆向旋轉 但是軸向不一樣 這是齒輪 那這是交錯的齒輪設計 那我們最常碰到的是 正齒輪的這一組 也常碰到的是環齒輪的這一組 那比較 比較需要那種防逆轉的話 就會碰到窩桿窩輪 這個希望你們在機械設計裡面 再好好的學這個細節 然後把它連到我們 機械設計制度裡面的這個 這個CAD技巧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要講的是 同向運轉 同向運轉除了這邊的 同向運轉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鏈條 各位的腳踏車 你在這裡帶動 這邊會轉動 應該在這裡帶動 這邊會轉動過去 這邊會有一個變速的器 變速器就在這裡 這個地方 變速器 這是鏈條的部分 鏈條呢 你會發現 你的腳踏車這裡會垂下來 有沒有看到 所以它會有一個設計是 把它壓緊 讓這裡不垂下來 所以這邊有個壓緊的裝置 壓緊的裝置 那這個是壓緊的裝置 不然的話 假設你跑一跑 你會發現 跑久了以後 有時候鏈條 會繞鏈 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已經太鬆了對不對 一震 這個地方就掉了 為什麼會震 因為這個地方 記不記得我們上次在講的時候 這地方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長草有沒有 這個地方 鎖緊有沒有 我們記得我們上次講這個 我們在畫草圖的時候 就有一個長草孔有沒有 長草孔 它就往這邊壓 會怎麼樣 這個會撐緊 但是你腳踏車起久 會震震震動 是不是會跑來跑去 可能就從這邊跑跑跑 鬆掉了 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有時候會 會往這邊要打一打 垂一垂 放鬆螺絲 把兩邊往外垂一下這樣子 那這個是多鏈條的部分 也是可以設定 這樣的一個運轉狀況 也是可以 所以如果同學在熱高裡面 你有做到的 有可能有做到鏈條 有可能做到鏈條 那就是一個挑戰 你做起來的話 那個就很棒 這是鏈條的部分 再下一個呢 就是要皮帶 皮帶的話呢 它是靠摩擦傳動的 摩擦 摩擦傳動的 那可能是皮帶 可能是什麼 這叫做齒型皮帶 有齒的 叫做齒型皮帶 那這齒型皮帶是不會打滑的 這個呢 有可能受力太大就會打滑 就會打滑 那皮帶也是一樣 皮帶呢 它的做法是這樣 它平常放的時候 這邊也是一個壓的一個輪子 叫做墮輪的部分 那有可能是這樣的配置 有可能由內往外配置 皮帶跟鏈條不太一樣 各位想想看 皮帶傳動的時候 會這邊下垂 因為它靠摩擦傳動 這邊拉 就這邊會撐緊 可是這邊沒有拉 就是下垂 鏈條傳動是怎麼樣 一個齒一個齒拉對不對 這個拉 這邊會拉過去的話 這邊會是直的 這邊會下垂 這個東西很重要 同學在做設計的時候 你知道皮帶是這邊下垂 鏈條是這邊下垂 以後慢慢去體會 設計上是不一樣的 那更進階的話 我相信機械設計老師 會在教你們這些細節 好這些就是皮帶傳動的一個變形 變形碎掉了是吧 你們看到是碎掉的嗎 碎掉了 那就 太多了 動畫太多了 反正這就是動畫啦 好 再來呢 再來老師要帶你們做這個事情 這個叫做摩擦傳動 你把它想像中 這是一個橡皮輪 這也是橡皮輪 兩個人靠在一起 當我旋轉的時候 它會怎麼樣 跟著動 那這邊旋轉 這邊跟著動 這邊旋轉呢 就是推著它再動 全部是摩擦傳動 摩擦的傳動 我們馬上就要來做這一組的一個 一個動作 好 做完以後我們再做移轉的部分 好那我們先回到我們的軟體這邊 那同學上次下載的應該還在還是不在 不在了 那請下載一下 下載我們的數位學習系統裡面的教材 來的運動約束這裡 運動約束這一個 跟移轉約束這兩個把它下載下來 還有一個是 運動約束的約束把它下載下來 好我們不要做buttonup 來 同學把第一個 第一個地方給拉進來 是不是都在這個畫面 都在這個畫面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接下來呢 乾脆來做top down的design 就是說利用這個零件來設計 另外一個零件這樣子 好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約束 看一下這裡 我們在這裡建立一個零件 好建立一個零件 然後呢 我們就讓它零件1 或者是叫做WHEEL01 第一個輪子 第一個輪子 確定 OK 好吧 老師把螢幕切過來好了 先切螢幕好了 建立第一個零件之後呢 我們在這裡 選擇它的零件的設計 一個畫面 就選擇這個平面 那接下來呢 我們做一個草圖 在這裡 草圖平面就在這個地方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邊可以 投影幾個圖形 把這個畫面投影進來 投影進來以後 畫一個圓 這個呢 假設是 我們看看是 我們看看是多少 看看這個距離 量一下距離 軸心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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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軸心是100 這個距離是100 那我們回到這個零件來 零件這邊呢 草圖建立之後 假設這個距離是100嘛 假設我們建立一個圓 這個圓這邊是40 直徑是40 直徑是80 直徑是80 好了 直徑80 這是一個80圓 完成草圖之後呢 我們做一個擠出的動作 把這個地方做一個零件 這個零件 擠出角色是10 好 這個零件就利用它 把它做起來 返回去 這零件 整個一起動對不對 那表示我這個零件 基本上並沒有做一個 不動的動作 這樣子我這邊有一個 零件在這裡 它是做一個起平的動作 起平的動作 我利用它的中心距離去長這個圓 外徑是我定的 可是中心距呢 是跟著它動的 假設它變 我就會跟著變 好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我在這個組合裡面 建立一個另外一個零件 叫做WHEL02 好 那我在這個平面上 這個平面 底面這裡平面 好 再做一個 然後呢 繪製草圖 在這個XY平面上面 那投影期的圖形在 在這個面 一樣是這裡 好 那這裡呢 我再畫一個圓 這個圓從這裡畫過來 我們剛剛知道 兩個中心距離是100 那我做第一個是半徑40的 直徑80嘛 對不對 這時候呢 我做這個是120 就是半徑是60 直徑是120這樣子 安正草圖以後呢 假設我一起初做一個零件 這邊也要做零件 一樣用這個軸長出一個零件 好 這個好了以後呢 換一下顏色跟材質 假設我們用一個胡桃木的材質 太暗了 用一個 比較亮一點的 完成草圖 這邊呢 我們一樣點兩下進來 有沒有看到 點兩下就進到零件去 然後這邊用另外一個 松木 比較亮的 哪一個 不要金色 亮一點 有花紋的 有花紋的 這是要有畫 老師記得松木很漂亮 好吧 這個看不好看 好 哪裡 在哪裡 還是一樣好 按一點沒關係 好 這兩個有了 好 他們呢 他們是這個可以旋轉的 有沒有看到 好 再來呢 這個呢 不行旋轉 表示這邊地方有一個 有個地方 知識性先把它拉掉 好 返回 這地方是可以移動的 好 就是他跟他 只有齊平的功能而已 好 好 那我把齊平如果 也把它拿掉 好 表示他 就是一個獨立零件 但是呢 他會跟他的尺寸跑 那我們一樣做個約束 好 叫做 齊平的動作 把這裡 好 就是插路的動作 把這裡跟這個地方 做個插路的動作 好 那這個地方呢 一樣可以旋轉 這地方呢 可以旋轉 好 這兩個旋轉以後呢 我們做個約束 做個約束 移轉以後 運動這個地方 做一個互動的動作 然後 這是第一個平面 這是第二個平面 他們的比例呢 是 剛剛是 80的直徑 除以120的直徑 他比例是這樣 第一個跟第二個 這樣的一個比例 好 套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有這樣一個狀況 有沒有 我們看看是不是 轉的 像這一次 這一次平的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轉 一圈半左右 他才轉過來 有沒有 好 這個比例就這樣子 把它拉起來 這樣子 好 那老師給你們檔案裡面 這個零件 可能有一點點瑕疵 同學來試試看 先從這個零件建立兩個 那老師把其他的正確檔案 再把它上傳一次給你們看 好不好 你們先建立這兩個零件 利用這個零件 來建立新的零件 大家來試試看 做好以後呢 做一個約束的動作 約束的動作 做運動的約束 來做一個試試看 先試試看這個 等一下我們再 把正確檔案 再上傳給大家看一下 來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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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